气温下降 胃口跟着大开 35岁杨小姐每到冬天就暴饮暴食 身材也像吹气球一般横向发展 裤子你比较不好买 因为你去外面凉衣服的话 都是直接是凉腰尾 比较少是凉臀尾 可是其实你腰是可以 可是你臀尾就是可能会塞不进去 冬天常想吃东西吗 这是正常现象 食衣比较好 大家看东西就会想吃 不过如果是狂吃就不正常了 一位40多岁妇人 三餐之外 每天还要吃两大牌巧克力 跟两条吐司 被确诊为暴食症 一般忧郁症的 或是焦虑症的个案里面 在冬天的时候 的确症状也会比较严重 那是否就诱发了 这个暴食症的一个状况 这是可以解释的 冬天是暴食症好发季节 主要因为日照减少 气温降低 血清素减少分泌 导致食欲无法被抑制 焦虑狂吃 除了基本的心理治疗 那最后线的一个药物治疗之外 去做一个营养的咨询 教导个案去准备一些 低热量的食物 要预防暴食症 最好能保持正常坐席 固定运动 多吃高鲜蔬果 除了暴食 冬天容易胃口大开 更需要注意体重变化 才能维持健康 大爱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田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